исследv樣的遊戲 嗨,大家好,我是飛鎮龜時即生UNI 我們今天要來講的主題有兩個 特別是這一次的��boss的Boss 幻影希格瑪 還有這週推出的新武器閃耀火光 如果是沒有玩過系列作的玩家 一定會覺得 為什麼又是希格瑪?希格瑪怎麼又來了? 到底有多少種形態的希格瑪 希格瑪會有那麼多種型態 主要就是因為她的希格瑪變多 可以透過各種媒介傳播機器 不僅可以感染其他思考型機器人 還可以幫自己打到許許多多的機體 就打死一個希格瑪還有千千萬萬的希格瑪 而這次在Red Boss登場了幻影希格瑪 就是在X4當中最終BOSS的第一型態 這次的幻影希格瑪 她的攻擊模式 加入我們開發團隊的一點小巧思 她會根據大家的行動 來決定她下一招的技能是什麼 我們這邊就先不點貨 請各位玩家自己去發現吧 有發現的玩家可以留言讓我們知道 告訴我們喜不喜歡這樣的設計 另外昨天登場的新武器閃耀火光 這把武器非常的特殊 就是那種我打中你 你就被我降低傷害輸出 然後我攻擊你的時候你還會更痛 可以造成效果的原因就是出在她的兩招被動技能 武裝破壞和傷害弱化特攻 還有她的設計是參考了洛克人EXC裡面的Sparkman 所有配色上承襲了黃橘與鐵灰的設計之外 在槍身上纏繞了電流更加強調了這把武器的特性 在設計上也賦予了她更加華麗的科技感喔 以上就是本次的非聖閨情報戰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就是那種我打中你 什麼東西 還有 我沒有 你 我沒有 沒有 wenn 我沒有 我沒有 我我沒有 我感覺 我嚇在這張